軍購都必須要照國家的所有的這些規定跟制度來 就算是我們自行研發 或者是說自行來製造的這些潛艦 戰機等等的 這個也都涉及到國家機密 所以國航部務必要針對外界所有的疑問 或者是一些爆料等等應該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因為這些軍購也好 或者是我們不管是國艦國造 國機國造 都是一道龐大的預算 我們不應該讓這樣子的爆料 或者是說疑問等等滿天飛 應該讓我們的國機國造 或者國艦或者潛艦國造 在國家的這個規範底下 相關的這個採購的法規底下 非常公平公正的來進行 我們不願意看到這一類的爆料 那國防部也不應該歸說 應該要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那個潛艦國造的原型機 本來就是列為最高的機密 那但是郭喜早就已經不是海軍顧問了 那他還可以接觸到 這個是不是國防部本身有什麼樣的 這個就是外界會有疑問的地方 今天不管是不是這一位姓郭的還是其他人 只要你不是能夠是接觸到這一類機密的人 那被傳出來或者被懷疑說 能夠拿到相關的機密的資訊 或機密的資訊 那這樣是不是有違法的地方 那國防部作為主責單位 對於這一類機密的保守 更應該要負起責任 不應該讓國家的機密有任何外洩的可能 那這更何況這涉及到我們 國建國造 這應該是相當機密的事情 也只有被列為可以接觸的人 才能接觸得到 那既然外界有這樣子的傳聞 那國防部都應該要主動的適宜 也讓我們的這一個潛艦國造 能夠很順利的再走下去 按讚 按讚 刊登 人呆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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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